马匹准备就绪啊 咱们开了 马匹出渣相对比较整齐啊 后进稍微慢点呢 就黄色帽子的林家梦游 另外呢超胜也是没什么速度的 在前面抢到领放 凡事是跑的比较少的穿越时空 在前面领放半个马位啊 内蓝有这个隔离女孩啊 外侧深情话就给大家顺其自然啦 后面一点呢 清测彩衣的 奥普纳基 另外呢 才是绝世才子 守在第五个位置 然后呢 林家两边匹马 包括这个黄色帽子的林家梦游 林家高森 最后呢 则是超胜啊 最前里马大概六到七个马位左右啊 进入只有350公尺了 超越时空还有啊 在前面领放 旁边是隔离女孩 然后先进化 再加两个马位之后啊 跟着奥普纳基 现在呢 现在看到穿越时空总是不错 不过奥普纳基先进化来了 先进化一点受阻啊 先进化找不到位置的发力 反正奥普纳基总是非常好 奥普纳基跟这个穿越时空 穿越时空 奥普纳基穿越时空 座标 第二名 奥普纳基 第三名 爵士才子啊 然后呢 才是这个现进湾呢 跟着的是林家梦游 林家高森 格类女孩 超胜是最后的 啊 啊 穿越时空 跑的比较少的这匹马 结果啊 帮他做到啊 你是要穿越古代还是现代 古代还是未来 糟糕了 大人们又输掉了 一爆就是106块 格拉利啊 就突然间 站起来了 累醒了 人家不躺平 要怎么办 奥普纳基也是突然做起来了 哦 啊 对他以前 以前走的不错啊 就是现在又转间来个回马江啊 嗯 爵士材质就跟的比较厚一点 啊 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